近日杨颖突然晒出一张爱心图片 似乎是在暗示自己有了新恋情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还能看到一双男性的腿和手指 显然杨颖身边有一个特别的男人 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杨颖的现任男友 有媒体爆料称 杨颖发爱心图片可能是在向经纪人贾世凯施爱 因为杨颖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正式恋情曝光 即使和异性出去玩也不会太亲密 而杨颖和经纪人贾世凯却不同 之前两人一起出游时 杨颖就毫不避讳的挽着他的胳膊 被质疑恋情后 杨颖没有否认 反而又跟他一起去国外游玩 现在又发爱心图片 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他们之间的感情 值得一提的是 据说贾世凯已经结过婚 训过孩子 虽然不清楚他现在是否单身 但杨颖和贾世凯都是二婚者 如果真的走到一起 应该会相互理解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说 黄小明想要花四溢买断小海绵的抚养权 但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但现在杨颖有了新恋情 或许黄小明不得已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杨颖被报恋情后 也没有回应这件事 不管他和贾世凯的感情是真是假 最后也希望他能够永远幸福吧